欢迎收听联合早报播客 马来西亚一家具规模的跨国商业机构全球兄弟控股 9月爆出惊人丑闻 截至9月下旬 警方从全球兄弟下辖的儿童福利院 救出了大约600名少年儿童 这些少年儿童相信都是全球兄弟成员的子女 他们被强迫劳动、性侵害、虐待 也在精神上被洗脑与控制 全球兄弟的资产超过3.2亿令吉 他的业务遍布亚洲以及欧洲的25个国家 但这到底是一家怎样的企业 他是不是邪教 他又为什么能长期犯罪而不被揭发 在过去二、三十年里 马来西亚社会日益宗教化与保守化 全球兄弟爆出的这场丑闻 应该引起怎样的注意 纵观天下 监测中国心跳 早报播客东谈西论 每周和你一起探讨国际热点话题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我是联合早报的副总编辑韩永红 今天和我们在线的是 联合早报驻吉隆坡特派员肖俊瑜 以及负责东南亚区域新闻的早报国际新闻组 第二主任吴汉军 俊瑜汉军你们好 永红好 汉军好 各位听众好 永红你好 俊瑜你好 我们今天谈一谈最近这几个星期 震撼马来西亚的一个儿童虐待丑闻 这起事件的主角是一家跨国企业 它的名字叫全球兄弟服务与商业控股 是一个商业机构 但是它又有很强的宗教色彩 我先请问俊瑜 全球兄弟控股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永红严格来说 全球兄弟是一个商业集团 但同时它也建立了一个封闭的社群 我们看到全球兄弟它的业务除了遍布马来西亚 它还扩展到海外20个国家 包括新加坡也有业务 它的业务其实是涉及很多个领域 包括餐饮、酒店、儿童福利院等等 它自己的这个宣传片是说 他们这个集团有20家子公司跟关联公司 在全球的雇员有超过5000人 同时它是一个制成一格的一个社群 它里头有1600多个家庭 然后其中400多个是一夫多妻的家庭 之前马来西亚这边有个说法是 这个全球兄弟它是在马国的邪教组织 奥尔根的基础上面成立的 奥尔根创办人阿萨哈里 他在2010年定市之前 这个组织曾经改名鲁法塔集团 之后2018年才成立全球兄弟 他们的这些机构 在马来西亚有多普遍呢 就是你很容易看得到的吗 对于你有光顾过他们的餐馆啊酒店吗 你有去消费过吗 全球兄弟他在马来西亚 其实是零零散散的 所以我觉得一般人可能 如果没有特别留意的话 不太容易发现这些店有什么异样 这些店看起来像是一般的杂货店吧 一般的诊所啊 可是可能顾客他进店里面的时候 就会察觉到有不同 主要是因为呢 店里面的雇员啊 他的穿着打扮都不太一样 因为全球兄弟的男性成员 他一般呢 就是会戴比较高的重骨帽 然后他们身穿长袍 而且会画眼线 画眼线 对你可以看到他的眼睛周边 有黑黑的线条这样子 看起来会比较凶一点 好像女性化妆这样子 我自己几年前是有到全球兄弟 在雪兰的州万劳的大本银去采访 这个大本银它其实是一个商业区 可是它大部分的商店单位呢 都是给全球兄弟买下了 那个时候他们带我去参观 他的诊所啦 杂货店啊 理发院等等 负责人其实那个时候他还邀请我跟同事到他们的餐厅用餐 他说所有的食物啊食材都是他们自己生产的 那是哪一年啊你刚刚说 那是2017年 那你用餐了吗 我用餐了 那个时候我记得他们的餐厅有西餐 有马来餐我到时候吃了那个鸡扒 其实味道还不错 所以最近看到说全球兄弟他被揭发 就是有使用这个圣水撒在食物上面的时候 突然觉得可能有点恶心啦 他的圣水是怎么做的 他的圣水据说是用这个集团领导人的毛发啦 指甲 血液啊 还有一些布料什么 就是做成这样子的圣水 他主要是撒在那个食物上 给集团的成员跟顾客去食用 好像有一种加持的作用吧 有一种什么作用 加持 他的这些商场提供的服务 那又有什么特色吗 就是说他的服务对象是什么人 然后他的质量如何 口碑如何呢 我自己的观察 全球兄弟他的商店里面 卖的产品或者说服务 都比外面一般的商店来的便宜 他们的负责人其实受访的时候说 他们的宗旨是帮助社群 他们也服务所有人 所以非回教徒要光顾他们的商店 他们是非常欢迎的 我记得在他们的大本邻里面 他们还有自己的妇科诊所 几十令吉就可以帮孕妇接生了 那我之前访问学者的时候 他也说 其实全球兄弟 他在餐饮业方面做的 尤其是比较出色的 很多马来西亚的名人 甚至人物出国的时候 其实都有光顾过 他们在海外的这些清真餐厅 那这家标榜为社区服务 为普通人提供福利的机构 这个月爆出这种惊人的丑闻 也是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了 警察采取行动之前 其实之前有传过这种负面的丑闻吗 这一次又是怎么样踢爆呢 全球兄弟他在2013年的时候 曾经被揭发推崇异端的教义 当时候有一些已经脱离这个集团的成员 他们就发布了一些视频跟证据 就指控全球兄弟制作圣水了 崇拜奥尔根的创办人阿萨哈里 那个时候全球兄弟他参与了 马来西亚宗教局主办的一个悔改仪式 并且已经答应马来西亚政府说他们不会重犯 所以这一次的虐童性侵事件 它发生在儿童福利中心里面 也是这个全球兄弟的前成员爆料 这些丑闻才被踢爆的 后来警察去查然后发现了什么 揭发了什么 马来西亚警方9月10号开始挡开了一连串的行动 他突击了很多 就是除了儿童福利院还有一些商店啊 私人住所 至今好像是救出了大概600个孩童跟青少年 逮捕了350多人 初步的调查是发现这些孩子可能有被虐待跟性侵 然后马来西亚教育部星期一就说 其实孩子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 目前他们是被安顿在庇护所 然后他们的父母都没有去认领他们 警方是说啦 就是相信他们的父母可能担心被执法当局对付 所以就不敢现身 警方之前有说过的 其实这些孩子相信都是集团成员的孩子 我在采访这个全球兄弟的时候 他的负责人说 他们除了刚才说的推崇一幅多期字 他们也鼓励成员之间互相通婚 那他们生下的孩子呢 这个集团其实会帮忙照顾跟抚养 包括让他们受教育 按照每个孩子的才能长大后 给他们在集团内安排职业 这是一个封闭的王国 是是相当封闭的一个社群 您说他们都是一夫多妻子 而且鼓励互相通婚 也可能那些孩子是谁的 最后谁也不知道会吗 这是集团的孩子 在集团里面就没有给他们接受 国家的一个正规教育 而且做劳工 然后还被虐待 是 所以星期一的时候 警方在像其中一名嫌犯 入口供的时候 就问他说 你有四名妻子 你有多少个孩子呢 是34个孩子 还是35个孩子 他说这个嫌犯本身都回答不上来 就是他自己也不清楚 他到底有多少个孩子 当年的奥尔根创始人 拉萨哈里有40个孩子 全球兄弟 这个机构在马来西亚 玻璃四周是被列为邪教组织 但是也只有玻璃四周 把它列为邪教组织 我用普通常识的角度去看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邪教组织 为什么马来西亚政府 还没有把它列为邪教组织 或者到底我们应该怎么界定 他算不算一个邪教组织 看去你了解这方面的情况吗 我在想这个组织本身 它到底是不是邪教 可能最终还是得由马来西亚官方 尤其是统治者理事会来决定 就是苏丹他们去撬定的 因为可能苏丹是最后的话语权 决定权在那边 当然苏丹会根据回教发展局 就是马来西亚管理这个宗教的 联邦机构的一些调查报告 跟一些推荐去做出一个决定 至于这个组织本身算不算邪教 其实我在想这个组织本身 如果能够证明他还在追随 他之前的那个领导人 就是奥尔根 因为这个全球兄弟本身 有一个说法是 他是奥尔根的这个基础上 成立的一家商业公司 奥尔根是马来西亚在70年代 80年代跟90年代 非常活跃的一个机构 他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是一个社会团体 非政府的一个回教组织 当时候呢 这个创始人叫阿萨哈里的 他主要是想要成立一个 能够遵循非常严格的回教教义 来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团体 所以他们在吉隆坡市 郊有自己的一块地 建立自己的一个港澎 然后里头有自己所有的 这些非常便利的一些设施 学校啦 回教堂啦 幼儿园啦等等 教育机构 所有的东西都在里头 甚至发展到后期 因为阿萨哈里本人 是非常有魅力的 吸引了很多的公务员 甚至包括政治领袖 我还记得当时的一个副首相 加化巴巴 他跟奥尔根的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他儿子本身就是 这个奥尔根的追随者 后来马来西亚政府就发现说 奥尔根的思潮 能够已经渗透到 这些巫统的核心的时候 巫统当时候就非常紧张 当时候的首相是马哈里 就开始对这个奥尔根 有了一些关注 其实更重要的是 这个奥尔根本身开始的时候 他并没有那么的极端 他主要是主张一些比较纯正 比较纯粹的一些回教的生活 但是到了后期 为什么说他是邪教 这个阿萨哈里 这个创始人 他声称自己有神秘的超能力 说他能够跟回教先知沟通 可以跟万末的沟通 他甚至预言 他会比马哈迪更受马来西亚人欢迎 他甚至预言 他是马哈迪之后的马来西亚首相 我记得当时候这些东西都闹得挺大的 所以你从邪教组织来说 他的一些推崇的一些教育 跟马来西亚官方对回教教育的一些解说 就有很大的一个出入 比如说奥尔根他推崇一夫多妻 简单的一夫多妻 但是马来西亚回教的教育 对于一夫多妻是有一个基础要求的 譬如说这个男的必须要有自己的财政能力 物质上能够满足自己现任妻子的一些需要 然后才能够去娶第二个妻子 三个妻子 但是奥尔根本身 甚至到了现在全球兄弟本身 他并没有遵循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就说我们就是推崇一夫多妻就是了 也不管这个男的有没有财政能力 所以他的一些解说 一些对回教教育的一些解读 跟马来西亚官方是有出入的 这也就导致了马来西亚官方 后来就把奥尔根这个列为一个邪教组织 那一年呢 他是在1994年的时候 把这个组织列为一个邪教组织 然后当时这个阿沙哈里还自我流亡到国外 后来在泰国就被泰国政府逮捕了 就送回来马来西亚 在内部安全法的法令下扣留了好几年 然后后来2005年才释放 但是也限制拘留 2010年去世 虽然说这个奥尔根当时候是被列为一个邪教组织 他的整个组织也被解散 阿沙哈里本人也被限制拘留 但是他的这些追随者 其实有很多继续成立了 像Rufaka 就是这样的一个商业组织 后来Rufaka也被换名了 就是因为也面对很多的一些问题 然后就更名为这个全球兄弟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 在09年11年的时候 当时候有一个新闻很特别的 就是他们成立了 多妻兄弟俱乐部 还有一个叫千一百顺妻子俱乐部 当时候倒是不知道他是给谁参加的 千一百顺妻子俱乐部 主张说这个妻子比这个一流的俱女 还要能够更好的服侍丈夫 是一个非常有奇怪的一些论述的一个机构 当时这些都是哈里的遗孀 所带出的一些叙述 所以当时候在马来西亚 引起相当多的一些争吵 后来就发展到说 这个全球兄弟本身在马来西亚 也渐渐的建立起自己的这个商业的实力 然后像刚才俊宇说的 吉隆坡北部的一个郊区 一个市政叫万劳的 然后在那里成立了自己的一个总部 提供很多的商业服务 所以我在想 到底他是不是一个邪教 回到刚才你问我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本身到底遵循一个 怎么样的一个回教教育 他是比较纯粹的一个回教教育呢 还是他本身是在宣扬说 他要遵守他的奥尔根的创始人 阿萨哈里的教育的那一块呢 还是怎么样的 这可能就是马来西亚政府 必须要去调查 然后做出一个判断 他们现在是不是收集到了一些文件呢 还有一些经书是有对奥尔根的崇拜 还有他本那个创始人的照片呢 对对 上个周末 马来西亚警方在好一些地方就挖出了 全球兄弟 他们埋在泥土里头的一些印刷品 当中有一些就包括说 有这个阿萨哈里的一些教会啊 有阿萨哈里的一些头像啊 一些相片啊之类的 所以这些可能就会构成 马来西亚当局作为一个证据 会不会做出一个研判说 全球兄弟是在追随阿萨哈里的 这个教会 这个对回教的解读的一个证据 马来西亚也是一个 现代的一个文明社会 怎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呢 虐童的事情啊 它长期存在 然后这个机构还在马来西亚 这样扩张发展 有这么多的成员 这个有关机构没有管理吗 因为2013年的时候 其实宗教当局就有对全球兄弟 有悔改的一个仪式 刚才有提到 那我们相信其实马国当局 他一直有在监督全球兄弟 可是毕竟距离上一次 就是爆出丑闻已经十年 加上这一次的事件 它是发生在这个 儿童福利中心 所以可能也不太容易发现 而且有必须点出的是 这个全球兄弟 他一度看起来 似乎是改邪归正了 因为这期间 他们其实有跟 马来西亚政府合作 推广清真餐厅 清真产业等等 那之前我访问的学者 他有讲到说 其实全球兄弟 他是属于苏菲教派 他是马来西亚允许的 逊尼派回教的分支之一 所以这个苏菲主义的教派 他们向来都有 制作圣水 创造宗教歌曲 这样子的一种行为 所以那条界线 到底是到哪里 才会被归类为地端 这个可能真的是 马来西亚回教当局 还有马来统治者理事会 才能去定夺的事 但是这种机构 在马来西亚这样子发展 我们问一个 假设性的问题 它是不是跟马来西亚 最近这些年 越来越回教化的趋势有关系 而且这个政府的一些作为 其实是总体上 来加速马来西亚 保守化回教化的趋势 某一种特色的回教教派 在马来西亚其实还是挺多的 甚至一些走极端路线的 回教组织 宗教组织在马来西亚 向来都是有存在的 譬如以前像这些阿玛乌纳 像这个回教祈祷团 这些在马来西亚 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存在 他们大多数都受到 马来西亚警方 或者是有关当局的关注 尤其是那些涉及 比较极端的一些思潮的 但是像奥尔根 像全球兄弟这种 它可能不是极端路线的 这样的一种组织 它有一种神秘色彩在里头 所以这个东西本身不完全是这种极端主义的像回教祈祷团那种的回教团体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 其实我可以想象马来西亚当局并不容易去揭发或者是并不容易得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举报 然后你说在这个马来西亚这些年的回教化的趋势有没有关系 我在想马来西亚的这个回教化的趋势可能是在90年代以来吧 甚至80年代以来就一直出现的一个趋势 当时候的手下马哈迪 其实需要跟当时候的回教党 也就是像我们叫伊斯兰党 竞争在回教的一个话语权 所以因为双方在竞争回教话语权的这种大趋势的情况下 当时候的马哈迪就邀来了年轻有为的这样的一个回教领袖 回教青年叫安华加入了巫统 然后由这个安华来带领巫统跟伊斯兰党 当时候的回教党争夺这个回教的话语权 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到现在 其实马来西亚都在经历一个逐渐的一个回教化的一个趋势 已经几十年了 对 已经几十年了 但是比较有趣的是 当时候安华我记得他在当上的副首相之后 其实安华又展现了一种比较文明比较开明的形象 我记得他当时候写了一个书法叫《我们都是一家人》 对 我也记得 其实安华在后期有展现一种比较不一样的形象 甚至在安华1998年倒台之后 就是没有当副首相下台之后 他其实也一直展现一种为全民 为不同种族的人都争取权利 然后追求这个全民平等 各种族平等的这样的一种政治领袖的一种形象 然后到了2022年大选之后 安华上台 我们看到安华领导的希望联盟在马来回教徒的选票当中 其实得到的支持票并不多 所以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注意到2022年以后 希望联盟政府会推动一些比较回教化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我们看到去年2023年的时候 马来西亚内政部扫荡有彩虹颜色的那个手表 因为那个是代表LGBTQ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后来马来西亚教育部把这个胜讯 40段的这样的一个可蓝金的 或者是跟这个回教教育有关的一个鉴赏的一个东西 它纳入到校园里头 当时候这些东西都引起了相当大的一个反弹 到后来甚至教育部说这个大学校园里面办演唱会 男女要分开做 这些我们当时候都有一些报道 这些都是在讲述安华政府 好像开始更强的一个回教化的一个趋势 然后今年我们看到安华说 马来西亚的这个回教发展局Jack Kim 要扩大他的权限 要让他更多的参与联邦政策的这个制定 甚至最近他说要把这个Jack Kim的官员 派驻到每一个ministry 每一个内阁部门去 每一个政府部门去 每一个公务员的那个部门去 这些都在扩大回教的这个发展局的权限 所以让大家在看安华的这个执政的过程当中 到底在想安华本身是不是就是这个绿潮 因为我们之前都说 马来西亚在2018年大选以后 伊斯兰党的这个实力大涨 所以伊斯兰党带起了一个绿潮 但是你现在看安华本身在执政了之后 他也在推崇很多的回教化的一些做法 是不是安华本身就是一个绿潮 所以这个在马来西亚本身都在关注的一个趋势 当然我们作为旁观者 我们也在观察 我刚才说70年代 安华就是一个年轻有为的一个回教青年领袖 所以他被马哈迪招募进巫统里头 那现在安华是不是回到了1970年代 那个年轻有为的主张回教化的一个青年领袖呢 还是他真的只是为了选票 必须要争取更多的马来回教徒的支持 所以让马来西亚开启了这一波的整个回教化的趋势 现在可能还不好判断 这个还在进行中 让人家很疑惑的问题 对 所以说全球兄弟他发生虐童事件 他可能说是这个机构的一个丑闻 或者一个宗教色彩很强的一个机构里面的一个丑闻 但是这个机构本身未必是一个极端组织 他总体的教义 他还不是我们想象的那种恐怖极端组织 或者是邪教 还不一定是 还得看 但是呢 总的来说 马来西亚是有二三十年越来越保守化 回教化的这个趋势了 我想可能有一定的土壤 现在这个马来西亚的不同的种族和社群 对于全球兄弟闹出这个丑闻 其实虐童听起来很残忍 他们有什么反应呢 华人是怎么看 包括马来社群本身怎么看这件事情 这个丑闻 它在马来西亚社会引起很大的震撼 尤其是因为它涉及到虐童 还有这个性情 其实马来西亚大部分的非回教徒 可能在这之前都没有听说全球兄弟这样的一个集团 那么这次才发现原来有规模这么庞大的一个商业组织 那至于马来社群呢 其实蛮多人知道全球兄弟的 但可能大部分人是将它看作一个商业品牌 所以到后来爆出说他们的儿童福利院涉及虐童 甚至可能信奉这个异端交易的时候 很多马来人是相当反感的 我们看到说在脸书上面 很多人留言说 难怪我之前去光顾他们的餐厅 或者商店的时候感觉怪怪的 当然也有很多人在责备说 那我们的这个马来西亚的回教当局 是不是没有及时去发现 及时采取行动 所以这一次的丑闻也可能提醒执法当局 就是说要更加严密的监督这些比较封闭的组织吧 就是不可以这么掉以轻心了 这个案子目前还在发展中 我们在录的时候 我看到警察又说 刚刚救出了两个小孩 希望警察早一点救出所有需要救的儿童 对于那些有犯罪行为的人 都要对他们生之以法 然后以司法的手段去惩治他们 谢谢俊瑜 谢谢汉军 给我们做了一个全面的讲席 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收听我们制作的东坛西论 这一期的导播是吴婉军 助导王文艺 剪辑梁天赐 东坛西论每逢星期二更新 早报播客可以在联合早报 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 欢迎你点赞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